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对于好的故事 好的剧本来说 我还是不会考虑太多 我是那个戏刚杀青 马不停蹄 其实对我来说 可能对别的演员来说 人家是很普通很正常 对于我这种懒汉来说 我真的是为他们付出了很多 人家可能着急我就找别人拍了 这可能缘分这机会就错过去了 你是个演戏时很注重细节的人吗 不当然了 那演戏演的是什么吗 我小的时候记起最清楚就是 我爷爷一看电视剧就是假不假是 尤其看演警察戏 因为我爷爷是警察 只要看警察逮换人 假不假是 就这句话在我心里 在我脑海里停留了二三十年了 我都记着这句话 所以说就是怕假 我觉得其实他这里就摸一下 这个没不见的 他摸了一下 摸哪里呢 这有个小 我藏那是吧 没放在这 其实您坐这我就藏着它了 我会把护照押住的 对对对对 我会在这边堵折不让你 所以我一走了 一步 而且我坐过来的动机就更有了 要不然刚才那个 坐在底 刚才能讲的 你可以有一个累了 然后再看 我看看今天 我讲一下 这个骑车时间缠了哪 这手会酸吗 会 是吧 这因为老一直这样是吧 对对对 二三 我说的真啊 其实更多的是在情绪上 因为我接的人物 其实都是我能理解的人物 我们这个戏里好多场次 有的就是我演的比较好的 肯定是因为我了解这个时候的人物心境 第一我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一旦搞清了事情逻辑 这个东西就变得好办了 我从来不可能说一些个我无法理解的话 有的时候这个人物可能他说的话办的事 我觉得特奇怪 特傻 我这也会演不了 我是觉得 沈兴相较于我来说可能胆子会更大一点 因为他的很多选择呀什么的 在我看来都是稍微有一些太过于少年气 就是那种有点不太知天高地厚啊 我拍的时候我一看 就是因为当时那个整个那个场景啊 包括就是那个凶险的程度啊 就是已经不在审星的控制范围以内了 那哥我我肯定 那操我也得先把这个操出来 拍摄期间有没有和曹宝平导演探讨表演细节 最开始的时候曹导开机那一段时间吧 我当时在这个喜康开机的时候还有一些不适用 因为开机的时候就很容易这样 开机的时候一般进度都不会特别快 因为他在磨合嘛都在互相熟悉 我也在熟悉你是怎么拍的 你也在熟悉我是怎么演的 然后后来就基本好很多了 曹导最爱夸我的就是说说我调整能力强 我先这么着 他给我说你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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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这边去 我说好我就往这边去 拍了几天之后曹导跟我说 你能不能稍微别那么懒了 你别懒上我给你 你自己举一反弹行不行 不是我是说是是是 我是说我调整能力强 我其实对他的这个这个这个认识啊 我还是没觉得他一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英雄 还是怎么怎么样 可能我们导演是一个稍微有点中二啊 对理想主义者 然后特别的有少年感有少年气 所以他自然就希望是那种热血那感觉的 并不是所有的剧本都适合我 我也并不是能全是所有的人物 只不过恰巧有这两个人 我上部戏和这部戏 哎我觉得我还都能演 所以我觉得哎就是挺难得的 我没有演偶像剧的想法 哎那不是这关键 我这我我这模样的没人找我演偶像剧 我也演不了啊 可能人家觉得哎那个要不问问 郭其林演没有这种戏 我拿出来我一看我这 我说这根本就演不了 不是排斥 我更希望是什么呢 我更希望是那种比较生活的 我可以谈恋爱 可以怎么怎么样 但是有些戏吧 它可能就是 就是更突出一些 现在好多大家那个 比如说爱看的戏啊 或者什么人可能 人家大帅哥大美女什么的 那个戏呢 人可能直接一看模样就觉得哎特好 我一看看模样就不打地 然后再看别的 哎又怎么样就完了 你知道吧 我得来一个剧本扎实一点的 但是 完全是不信任的 敏感动